Bita 紫水晶的影片你又拍得多了 是 你知不知道紫水晶韓文是什麼 不知道叫什麼 查書中 查書中 如果大家對水晶有興趣想知道更多相關的資訊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精彩的內容 今天我請到美女Erica上來做嘉賓 原來我看看Erica的IG 原來Erica還懂得韓語和日語 我想問Erica 如果紫水晶在韓國 水晶應該怎麼讀這個音 有沒有分享一下 如果韓文紫水晶還會讀查書中 這個就是韓文的紫水晶 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 韓國人都非常喜歡水晶 有個旅遊景點 在惠山有個紫水晶的洞窟 我去過十幾年前去過 但我在那裡 我記得肚子不太舒服 肯定能量太強 繼續 不過現在已經開發了 所以做了旅遊景點 其實Erica我自己到處去過 關於紫晶山或者叫紫晶洞 一般有五個地方的來源 一般有烏奶龜 烏奶龜的特色 它會釋放一些紫紅色的光 比較鮮艷很漂亮的 但現在越來越少 第二就是最好的巴西 因為它盛產比較多 還有能量各方面的色質 都很平均的 其實很多水晶都好 都是巴西比較不錯 因為它的能量是好的 好了 接著呢 就贊比亞 即是非洲都有 不過呢 它的形狀奇奇怪怪 不是受得那麼多人喜歡的 好了 接著呢 中國都有 中國的色質就淡一點 還有中國政府也都不是隨意 給你們去開彩的 所以呢 就不多的 還有韓國喔 如果入貨來說呢 為什麼呢 韓國的紫晶洞呢 它比較偏紫藍一點的 還有顏色呢 比較低調 好那麼sharp 好了 像這些這樣 基本來說呢 巴西很平均的 它的顏色啦 色調啦 還有那些 就是那些 我們叫做那些 一粒粒的蛋 都是比較平均 所以比較受很多人歡迎的 那我就知道呢 在韓國啦 這個 那個 紫晶洞的 那個參觀那個範圍 也都好像 Helika 好像說有一些 即是它門口 有一些呢 是幫人去穿這個 這個紫晶的 那些 那些豬仔的喔 是不是呢 好像現在這個 這樣啦 幫一些人去 以理的 那個顏色呢 去這個穿配的喔 是呀 其實韓國呢 有一家 水晶手鏈店 都很出名的 因為會根據 客人的 出生年月日 還有可能結婚 可能每一粒水晶 幫你穿一隻顏色 哦 這樣的啊 即是每一條 手鏈裡面 有好幾個顏色不同的 是呀 都很漂亮的 如果這樣呢 如果你用來納圓 就會比較散一點 即它的能量呢 不能集中 我們經常講的嘛 我們盡量呢 我們找圓石啦 放在手掌心啦 或者你的手鑽呢 盡量呢 是 這個顏色呢 集中呢 那你的願望呢 就會快些顯現的喔 嗯 有分的 所以呢 我們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有時候呢 我們如果真的想 咦不是喔 我當衣服 或者我提升我的能量呢 OK的 但如果你呀 Peter Sir 我有願望啊 想去立完的喔 那最好呢 都是一些 集中一些 一個顏色就會好一點喔 Erika 知道嗎 是啊 在三月份 我會有一個 水晶靈魂出竅的課程 到時我會教大家 怎樣在安全狀態之下 做到靈魂出竅喔 做到 穿牆過壁 飛天頓地 穿越時間 回到過去 瞬間轉移 有興趣的朋友 快點報名參加啦